震动,崔勇一元公开喊话次人,向他求饶,愿给他8亿元。 说起崔勇一元来,我们大概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,小崔说是了,再就是他在春晚上和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了,对于大家来讲,崔勇一元给人的印象就是能说会到,非常正直的一个人。 今年的崔勇一元也是非常忙的,从他的微博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年来,他真的是忙来忙去,大家对于崔勇一元引发的事件也是非常关注,大部分人都觉得崔勇一元是带给大家正能量的人,能够给大家辨别是非的人。 这样那样的事件之后,崔勇一元也是名气随之增长,大家对于崔勇一元的话语,始终是抱着一种好奇,想一探究竟的心思去的。 他从1985年就开始进入央视工作,从记者走向主持人,他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了。 在2013年的时候,他告别了央视的工作,录制中国传媒大学任教。 这样的选择对于崔勇一元来讲,也是一种人生的改变,原本以为这份工作会让他轻松,可没想到竟然比做主持还要忙碌。 一件件事过去之后,在不久前,崔勇一元便在微博上公开喊话一位微博名叫司马三界的人,说他在微博上诽谤了他和家人五年。 所以他要找到这位朋友向他求饶,求他放过一马,将来挣钱了,给他八亿元。 许多网友在看了这条微博后,也是有些看不明白,小编也是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位名叫司马三界的人,他的微博上几乎全都是有关崔勇一元的发文,不知道两人究竟是什么恩怨,不过从他的发文中,可以知道他还和崔勇一元发文遥相呼应吗? 因为崔勇一元在微博中表述,说将来挣钱了,要给这位司马三界八亿元,随后这位司马三界还真实发文表示,要坐等崔勇一元拖着八亿人民币来接他。 这一处处的小编反正是有些看得一愣一愣的,不过许多网友在看到两人的发文后,都表示,这是没那么简单,为什么他别人不说,偏偏要说崔勇一元呢? 想来两人之前肯定是有些什么过界的,相信崔勇一元对这位朋友也是多少都会了解些的,否则也没有必要再发文,特意提他不是。 崔勇一元微博公开喊话次人,向他求饶,网友没那么简单,对于这件事,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,喜欢这篇文章的话就点赞哦,有你们的支持,小编之后会创作出更多优质文章给大家的,喜欢就关注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